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刚刚在家里编完了一个我的生活视频 刚想往上上传 突然想到最近有不少的朋友 相似和不相似的朋友都有 有些是通过在视频的留言区 有些通过我的私人的微信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向我咨询一些关于牙齿保健方面的问题 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在视频当中说过很多次 我做这个视频的初衷 本身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关于牙齿健康 时尚方面的一些视频 来分享一下我在牙科保健 和牙科诊疗方面的一些理念和一些经验 当然也会和同道分享一下 这些学术上的一些问题 但是因为苦鱼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个视频的制作 所以对于这个视频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 怎么来取材 怎么来拍摄 怎么来能够剪辑 这些软件的使用等等 几乎就是一张白纸 所以才萌生了就是通过做一些比较轻松 也比较容易的这些生活视频 入手呢 来学习一些视频制作方面的操作 编辑软件的一些使用 那么陆陆续续呢 也做了很多期啊 生活的视频 也可以说是乐在其中 觉得也挺好玩 可以呢 跟自己的亲朋老友来做一些分享 让人家知道我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我觉得挺好玩的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拍摄和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稍稍就了解了一些 粗浅的视频制作的一些方法 最近也在想怎么样能够开始做一些小小的转型 再转回到原本就有的这些初衷 也就是说能够去增加一些牙科健康 时尚方面的科普知识 这方面的分享的视频 我自己从小呢就喜欢看福尔摩斯啊 我相信这个网友当中很多人也都喜欢看这位 虚拟的大侦探的一些作品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是喜欢看的一部作品 至今呢我的床头还是会放的一本厚厚的 早就被我翻的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 这么一个福尔摩斯侦探级的一个核定本 非常享受这本全世界畅销的知名的侦探小说啊 喜欢这部小说呢 主要还是因为作家塑造了这么一位 自己又能够轻力轻微破案 同时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利用他擅长的 侦探方面的对于这些诸事马迹的一些分析 最后呢能够给出非常专业的一些知识 所以呢他呢自诩为侦探的顾问 或者叫顾问侦探 大家知道他书中最骄傲的展现的这些故事情节当中呢 就经常会有当地的这个警察局 那伦敦呢叫苏格兰厂的那些侦探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来向他进行请教咨询 他就利用他读到的这样的一些学问 自己呢通过细致入微的一些对证据的一些分析 给出他的一个判断 最后呢让罪犯了神志以法 当然喜欢这部小说呢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写这本小说的这个作家呢 本身他就是一位学医的医生 所以呢他里面的很多的关于人体 生物学 药学等等的这样的知识呢 是信手拈来 是他自己就是有非常的深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沉淀 所以才能写出这样的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 那我有时候就突发奇想 那我们医生呢大部分都是实际动手操作的医生 那我自己呢也是工作到了退休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积累了很多的这个诊疗的经验 以往的话呢只能是为个别的一些病人呢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随着自己退休在享受闲暇的这个退休生活之余呢 自己也在思考 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知识呢 分享给更多的人 同时呢也可以为更多的年轻的同行 当然包括更多的这些需要帮忙的这些普通的民众们呢 能够在牙科不管从理念还是方法还是治疗的流程等等方面呢 能够给予一些咨询 所以呢是不是也就可以做成一个顾问式的医生 无论是叫医生顾问好呢还是叫顾问医生好啊 那我觉得就可以像我以前小时候啊 看到的请求他帮忙 请求他提供捉拿罪犯分析案情 这样的这些 无论是民众 还是苏格兰厂的这些专业的警察们的这个咨询帮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工作 导满是和我作为一个退休的医生啊 去尝试着做的一个工作 这个就是我在拍摄生活视频 享受我退休生活的同时 其实也是内心希望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这些 不管是牙科保健方面的理念 还是诊疗方面的知识 所以呢我也是在进行了这样的一番思考之后呢 希望能够付诸行动啊 同时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呢 不断的去能够对其民众对这个口腔 健康时尚这些方面的关注点 这些需要 同时的话呢也会在跟更多同道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 找到一些交互点 最终呢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方面的专业的一些经验呢 能够发挥出来 今天呢就是因为有不少的朋友通过这些留言 微信还有其他方式跟我的联系呢 向我这个请教牙科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突发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能不能在我以后的这些生活视频的这个后面呢 能够流出一部分时间 也算是回馈一下这些朋友们对我的一些支持啊 回应一下他们的对牙齿保健方面的一些关注 昨天呢就有一位亲友通过微信的方式呢 向我进行一些牙科方面的咨询 他呢深处北美啊 也是在一个留学的过程当中 是他的一个朋友 可能牙齿遇到了一些问题 需要做这个牙科的这些治疗 虽然能在海外啊 在留学的这么过程当中 对于这个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 生活的一些方式可能已经融入 或者已经比较熟悉 但是呢对于这些医疗的系统啊 对于这个牙科的这些治疗 跟中国的一些不同 总是心有些疑虑啊 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来走出这一步 能够找到这个当地的这些医生 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诊的方式 跟我们中国这边呢 是不是一样 或者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根据他的介绍呢 他的牙齿的这个状况啊 可能需要做根管治疗啊 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牙科里头也比较常见 同时呢也是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治疗 他就希望呢我在 怎么能够在当地找到合适的牙医 另外呢就是如果要做根管治疗的话呢 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医生 和关于这个治疗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知识 那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人在海外通过自己的亲朋好友呢 总是希望像这些方面啊 比较清楚的人打听一下 让自己呢多一些了解 有一些自信 那么同时呢 心理上 心态上也可以做好一个准备啊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合理的 那我呢确确实实也是希望 不仅仅是为个别的这样的熟人 提供这样的咨询 同时呢也是希望举一反三啊 能够让更多的看我视频的网友呢 在无意当中呢也了解到 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那么关于他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根管治疗到底要怎么治 它的流程啊 它的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等等呢 那其实呢 呃 我在这个之前分享过的两期啊 有关根管治疗的这个话题呢 分享过两次 我也会把这个链接呢 能够放在视频的下方 有兴趣的这个观众啊 网友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 其实我主要想回应一下 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人在异国他乡啊 到底怎么能够找到一个 合适的这个牙科医生 那我就觉得呢 首先呢 我们要明白这个中国和西方的这些 牙科的医疗啊 它的区别点啊 就是它的不同之处 在我们国内的我们看病呢 可能很久以来养成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习惯啊 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在有需要时候呢 就去到一个自己认为最大最权威的一个医院里面去 这个医院里头呢就有分成非常细的这些专科 即便是去到一个牙科的口腔医院 我们也可以发现里面有专门是 治疗牙齿的有修复牙齿的 有做外科的啊 也有做一些普通的牙科保健的 它分的非常的仔细 那么我们那一般就到这个医院里头去寻求啊 这样的一个专科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但是呢在国外啊尤其西方的一些国家呢 它的系统跟我们不太一样 它呢是讲究一个全科的健康方面的一个保健为主的 在他们这样的一个社区到处呢都可以见到小型的 有医生自己开业的各类全科的诊所 那么牙科诊所呢就是普通的叫全科牙医诊所 所有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寻求这样的全科的牙医呢 先去做一些检查咨询 大部分的牙病呢都可以在全科牙医那边得到解决 但是也有全科牙医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呢 他就会挥劲或者介绍他熟悉的信得过的这样的一个专科医生 来对你的这个特殊的牙病呢进行治疗 所以周围朋友想要问的问题呢就是说他应该要到一个当地的大医院 但是他又不熟悉 还是呢他要去社区里面找到一个他比较容易打交道 或者是他的朋友推荐的这样一个牙科诊所呢 里面去做一些咨询 那我觉得呢应该是后者 所以呢在国外其实你可以去到任何一个有人生活的社区 在这个社区呢但凡是有一些商业配套设施的 你都可以找到这些牙科诊所 有一些呢是在这个shopping mall里面 有一些呢就是在普通的街区 甚至呢就在普通的一些民居都可以找到开业的这个全科的牙医 这样的牙科医生呢因为他做的是他自己的一个business 他自己的一个诊所 他基本上也是面向的自己熟悉的一个社区的人群 或者是他比较擅长于打交道的这么一群人 他非常欢迎呢 让他新诊的这个病人能够呢到他那边去熟悉一下 大家交流一下 然后呢他也非常乐意呢给新诊的病人呢 做一个牙科全面的一个健康评估 让你的也知道自己存在哪些问题 如果是有一些急欲需要治疗的这样的一些牙病呢 他肯定也会提出他自己的一个方案来跟你说明 同时呢也让你能够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自己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这么一个方案 最后呢其实是你自己做决定 是不是要去接受进一步的这个治疗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说 我可以再回去考虑一下 甚至再走多一两家的牙科诊所 再去咨询一下 看看大家的这个意见是否一致 或者自己来判断一下 我到底要选择哪一家哪一位牙医来给我做治疗 其实这个呢都是因人而异啊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呢 他只是用他自己专业的知识呢 给你做了这个评估 提出了他方案 给予充分的说明 然后呢他也会把这个整个的治疗的流程 比方说你要来几回 然后呢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费用 也会跟你说清楚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彼此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点 是不是当场 或者是过几天 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呢 你能够做出自己的一个决定 来寻求他的一个治疗方面的一个帮助 或者呢由他来推荐一位专科的医生 你在到那边呢 接受进一步的更加专业的 这样的一个咨询和治疗 所以呢我今天也是趁这个机会啊 也是第一次呢就想到能不能加上一些 最近呢有人向我提出问题的一些 牙科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啊 我的一些回答 我的一些理念的分享啊 看看呢能不能对正在看我这些生活视频的网友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帮助啊 或者是正好也曾经思考过 或者面临过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我就是尝试性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 后呢我肯定也是希望说能够专门的 大家比较容易碰到的问题 或者更多的呢是大家给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呢 来跟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分享 把它做成一些专题性的一些视频 那我相信呢随着我制作视频的能力的这个提升 在不久的以后呢 我会做出更多专业方面的这些视频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也敬请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的更新 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 那今期的这个视频呢就做到这里 再见